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這個眾生 昨天就特別著急要上個書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颤唯特別的重要 有色真 無色真能 都需要颤唯 如果不是颤唯 你就無法消遣別讓 也告訴人們一個真理 佛法真實不尋 佛在想颤唯的時候 佛就這麼說 智神颤唯 永不復造 這句話看似簡單 其實意義是非常重大 所以你颤唯的不知智神心 嘴皮的動作 你就忘了消遣 陰陽都要颤唯 不然是難以消遣業障 無形眾生看得見 有形眾生胎迷所障 不知道我們到底這個道場是怎麼回事 這種法是集結才有一次的 所以也有能講英國人 和英國人不一樣 我們講的英國非常的透徹明了 絲毫也夾雜 真正的打開宇宙人生的真面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一批因緣成熟的人 可以得這種法 告大家 雖然罪惡 但是畢竟還有因緣 才出現了這種法 能為十方眾生去助援的 希望大家要珍惜 好好珍惜 但是不管怎麼說呢 還是希望我每個人自己去覺我 我說的再多 你不能領受 也是枉然 佛比我還急呢 諸佛福子 大悲心多大呀 眾生都顛倒成這樣了 諸佛福子能不急嗎 急呀 就像我們道場的法 講得這麼透徹 說真的 佛力夾持 師父觀是一部分啊 畢竟師父不再更加 要拿這個法講 要沒有佛力的夾持 我也講不那麼透 真是佛力夾持 這老師你忘了去就講 沒書沒本 佛力夾持吧 假立一眾生啊 說真的 要信 信散之的每一句雀話 咱也談這個問題 無形眾生啊 來到我們道場 你們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你們要覺我 給了你們這麼好的平台 難得的機會 你們要好好利用 為什麼說度有形 度無形呢 你的病苦都是毅力感召 無形眾生明理之後 塌下去了 你的病苦一點點就好了 就解脫了 就像我們昨天在這講上幾句的那個句子 她是九字的手術乳腺癌 她一來我們道場的時候 真是非常病苦的女道 臉都焦光焦光的 眼眶都是黑的 哎呀 周到都打晃了 聽一堂科回家的躺半個月 那麼病重的患者 來到我們道場 然後她就跟著修 她就來 她開始跟著幹活 臉色特別不好 我也不知道 她就是能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就是幹嘛 後來才聽居士告訴我 說她是一苦難眾生 到挺長時間我才知道她有了九字的手術乳腺癌 後來她在我們道場聽了一段法之後呢 無形眾生一批一批從她身上往下下 最初她的包就越細越輕 她的身體就越來越好 你看她現在這個面相怎麼看都不像一個癌症患者 看不出來 開始來的時候可不是這樣 真是我們還說這麼年輕 這麼病重的 九字的流線就說 誰能受了 哎 你看她在我們道場現在 她能幹活呢 挺有勁的呢 因為無形越走越多呀 她說越來越輕鬆 卸包覆了 是這樣 趙老師你好 有的居士說 念地藏經時 供上一杯水 再放上七粒米 念完經後 再念水咒 石咒 之後把它扔在外面 這樣做算不算浪費糧食 請開始 告訴大家 算哪 實實在在的算 如果你想念也行 那七粒米你供養完了以後吃的行吧 咱們打一個簡單的比如 如果人人都學佛 人人都扔七粒米 是不是一種浪費 如果把這個數字積攘起來 也觸目驚心 但我們現在道場 又有二百號人的話 多少粒米 能不能算出來 一人齊粒 十人就七十粒 一百人就七百粒 那是不是又一小碗了 這個人要餓死了 你給他一小碗的米 能不能救他於生命呢 我們要這麼看 一切無有相啊 不是相能決定什麼 是心能決定什麼 佛力的加持也不在相上 像我們每天的供養 我們的午餐 我們的一天三餐都是供養的 我們的祈請 然後供養 十方諸佛 供養眾生 而且我們祈求佛力 加持我們的餐飯 能有什麼樣的作用 我想一定會有的 告訴大家 我說我們願食為要 療眾生病 這個時一定能起到 解眾生苦難的問題 病苦的問題 一定一定會的 告訴你 為啥呀 我們的道場很清靜 不假吧 我們的大悲心要利於十方 佛一定會滿這願 說願我們的食為大悲水 拔縱生苦 也一定能啊 佛要滿這善願啊 我祈求佛了佛能不滿這願嗎 說願我們的食為智慧水 灌縱生定 增長會根 也一定能的 所以我們說呀 想念水的居士也好 想放米的居士也好 你的供養完糧之後 希望你不要浪費 這個米呀 只有人才吃 你供養完以後 無情縱生的食 你是看不見的 不是你供養完的就有毒了 吃了就要死人 不是這個概念哦 大家必須要清楚 我們說珍惜每一粒糧食 珍惜每一滴水 是世間人都應該懂得到的 浪費就是罪惡 所以我們說 無論你做什麼樣的供養 你都不要浪費 因為佛在世的時候啊 他也沒有講完米 供養完就冷得如何如何 沒有這麼講 佛妹說的事兒 我們就不要慘兆 有很多的夹杂 有些人是自己的發明創造 浮在佛經的後面 大家就認為是佛說 確實有些現象 至於米這一塊啊 希望大家能認真對待 我們有些供養的人 把那白面蚊子都揪得一塊一塊 然後啪 一嗓 供養縱生 告訴大家 無形縱生啊 沒有像 我們供養也不要拿像去供養好了 對呀 你供養完的饅頭 你可以吃啊 你何必非要扔的呢 你就是把這饅頭扔了以後 你回頭看它也沒少 它還那些 所以說在像上見的人 就是顛倒 不要這麼做 就像佛說了吧 一切都沒有像 祝法都沒有像 告訴大家 這種浪費 必須要避免啊 誰做了 希望你忏悔 過去不懂 現在懂了 也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還來得及 不要見這像啊 所以見像的事太多了 這個浪費量是這一塊呀 希望大家呀 能以平等心 對待我所講的法 我沒有針對某個人 沒有針對某個宗派的意思 我講的是重生的 邪知邪見 顛倒現象 沒有分別 做大火供的 什麼都燒 燒圓堡 燒燒紙 燒酒 燒煙 燒米 燒乳骨粮 大火供啊 多罪惡呀 同事吧 就相當於一片一片的錢 你扔在火裡給焚燒了 應該這麼想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個物資 都是金錢換來的 金錢讓你養赦神啊 沒讓你一片片燒啊 一律的罪惡 就是說做大火供 誰做的 你好好拆毀業障 你的罪业深重啊 如果全天下的人 都去這樣的浪費錢 就自己燒自己 最後就焚燒了 都燒沒了唄 太大的浪費 十分的顛倒 人們看不見 說呀 毛毛毛毛 毛佛來了 要到什麼什麼地方做火供啊 完了就趕緊的打電話 四數通知 誰幹的 你懺悔去問你啊 你為眾生做了委員啊 你為每一個參與的人 提供了一個罪惡的機會呀 你不知道哪裡錯了 是不是啊 我們有些老修行啊 就專幹這事兒 幹啥求功德吧 哎呀 毛毛活活來了 又煮著什麼什麼放生了 你快來吧 做什麼什麼火供 你快來的吧 包括水果 全都扔到火堆裡燒掉 多罪惡呀 你給誰吃 都比你燒的好不是啊 你說哪一個空間 在哪裡 最簡單的東西 你沒有懂 譬如說邪法 遍地呀 我們怎麼辦呢 還是悲哀哦 講到哪一個環節 都為眾生悲哀 確實是這樣 做的都不對 我們自己想 我說的對不對 來什麼都收 像我們說 那天的出家 是不是 為了能給這個患者看病 把他的衣服捨了 捨給這個病者 然後呢 再讓這個病者去燒了 看你罪惡不罪惡 他的因他的果 你一套衣服 就能阻止液力呀 啊 你把好好的衣服 燒了 那你要沒得穿 你是不是還得買呀 出家人的一套袈裟呀 給他燒了 燒了 為了讓這病人好 多邪賤啊 可別披著如來這衣服啊 不行啊 如果燒一件衣服 眾生就能解脱 就離苦 那離苦的人 那就多了 那病苦的人 他就沒了 怎麼可能呢 這就是出家人的邪賤 哎呀 我們凡夫迷惑呢 還怨心呢 一次次找的 說我住過的輩子 回家給你父親吧 有假實力 我們聽起來呀 都哭笑不得呀 啊 佛的假實力 盡虚恐便法見 我們都不離苦啊 那師父出家人 碎過一套被子入了 他做點法 你就離苦了 這哪個哪啊 你說哀都哀不上 但是我們還是信呢 所以我們好好掌慧眼吧 我們教給大家 你這慧眼掌不掌 說你沒掌 教你掌的行不行 你別顛倒了 行不行 你給出家人供養六七千塊錢 把他給你套背貨 碎夠了還得燒漏你 這要命啊 你那衣服跟你身 繞一圈就解脱了 不是這樣的 你自己不能絕果 你永遠都沒法解脱 佛都愛莫能住啊 所以整個一顛倒法 出家人就是這麼造業的 佛法就是這麼敗在他手裡的 人們怎麼不信佛的 嗯 那麼多到寺院祈求的人呢 他們怎麼不相信佛說的 都是他們給會的法 說今天我講上一天 你哪一句聽了都不順耳 但是總有一句你會受益的 就有一句你能受益 你都應該幹 老實 我相信你都不會罵我 何況不是一句吧 唉 所以大家要找正法呀 不能邪贱的啊 這個幾厘米不幾厘米啊 咱們要想多講點 就是這樣 這樣就不要 咱也不可以這麼做 所以你不這麼做 那也行嗎 你做公養以後你可以用嗎 可以吃嗎 咱也不用說別 就是我們道場這些人 要是都冷冷一天天 這種浪費也是出目驚人啊 對國家也是一種水事啊 如果人人都這麼做 我想國家得出來制止人 你們都別學佛的 學得你們水也冷 糧食也冷 你們都成魔的嘛 水可以解渴 糧食可以解惡 把你倒地去了 養不了你才射身 你該可 該惡沒大惡 你說恩 你是正是邪呢 我們一切法 都拿世間法 和初世間法 互相辯論 咱們辯不出理 就是真理 辯不出理 就是邪說 咱們別說誰邪說 誰不邪說 是不是啊 一定要這麼辯啊 這個問題 請問老師 你講的水晶製品 不可以用 是不是也包括我們戴的水晶眼鏡呢 是的 這個水晶的問題啊 我們也講過 在先期的過程中 一定要按我說的做 不疑惑 因為水晶它確實是精靈 不可以採用 在凡夫這個空間 過去人們都是拿著供養佛的 沒有供養凡夫 我們凡夫成不起 這種水晶的輻射 水晶含量越高 輻射越大 不用用了 包括一切的水晶製品 我們有一天呢 有個居士問我 老師 你說我有個水晶的蜜蜜佛可 怎麼辦 我說那你就給我拿來吧 那你怎麼辦 我說呀 有時間呢 我要到遠一點的地方 掛掛掛坑給他挨進來 哎呀挨 那把佛挨進來能行嗎 他們理解 其實啊 這就是個像 你把這上面想就好了 啊 原來水晶製品灰害人類 做的人不知道 我買的也不知道 現在我知道了 嗯 就是個像 埋的就埋的吧 很簡單 你這個心也很清靜 你究竟這個Miller可怎麼辦呢 你說扔的還是弗 不扔的還不行 我可怎麼辦 你說優不優勞你的心呢 優勞啊 一切心生的 你心要是迷惑 你永遠都迷惑 水晶他就是個製品 就像說 這個佛啊 他不是說你 你做了個佛 他就是個佛 不是這樣的 你做這是個東西 他是不是佛 他也不一定 哎 就因為佛是法身的 他不在這里面待著 你看不見 說這里面有佛 那佛來他就有佛 佛沒的就是個像 一切都是這樣 說你埋的是這個像 你埋的也不是最初的佛 能不能聽到 不要見這像啊 說有些水晶的像链 說有時間集中起來 要統一給他解決 咱們局局就問這個問題 他本來到現在也沒有拿來 他怕我把這佛埋了 我出去說 趙老師都埋佛了 這嚇壞了 誹謗三王 這就誹謗三王 埋的是像啊 我告訴大家 不是佛 佛是法身的 他能近虛空變法界 你能埋住嗎 你多大的是 多有神通的人 他也埋不住佛呀 我們必須要懂這個 這個法身 這個像 分得清楚 這些根理 你要是不明了 你當然顛倒了 所以說 這個問題啊 按我說的做 別迷惑 你要迷惑起來可麻煩了 不是我埋的佛 我埋的是那個東西 是那個製品 這麼認識啊 還跟大家說的啊 誰手裡都有佛 水晶 破關的東西 希望你拿到我們道場啊 我們慈悲你 幫你解決 既然你們來 也就說你們無始劫 有這善根 福德 我們要為你住這善源 啊 說那拿來怎麼辦呢 拿來直接交到我們收法室啊 啊 就是那這幾個東西 這個是不收費的 你別形成的瘦了 是不是還得要錢呢 不要錢 你不用害怕 我們是利益眾生的 沒朝你要錢 願你解脱啊 願你離苦啊 就這麼兩個願啊 沒別的 誰有這些東西啊 趕緊交出來 他們不收費啊 先通知你一聲 我們眾生很貪婪的 你一說收費他就煩惱 你說不收費他可歡喜的 可高興的啊 所以還想讓眾生解脱 還想讓你不生煩惱 我們也挺不容易的啊 不知道怎麼做你能得法 不知道怎麼做你不煩惱啊 我們還得研究這事兒 你也慈悲慈悲自己啊 趙老師您好 以前我沒有來到這個正法道場的時候 跟著放生 我每次放生都買十個饅頭 有時還拿小茶子小米往江裡扔 還有許多居士也是往魚箱子裡扔 剥米面還有帶粒的 還有我以前迷惑顛倒 聽一位老人家說 冬天要養生 大地裡有許多生靈沒有吃的 我就買小米小茶子 玉米面往大地裡扔 我現在知道我錯了 生無比的忏悔 但是還有許多人不知道 造了大業和大罪 請各位居士大德 請你們不要和我一樣 盲修盲煉 不要痴迷不悟了 做法師的 非常感謝你啊 這位居士 嗯說得是啊 就是現在懂了 趕緊忏悔啊 好好忏悔 確實是這樣 哪一個眾生在哪一個維持空間 都是自己的事兒 如果每一個修行人都這麼做 要有多少糧食被浪費啊 人們要有多少業障 你看這些個糧食都扔掉了 挺好啊 直到覺悟了 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啊 要引起大家的重生 確實眾生疑惑顛倒 想修又不會修 想修功來得反道代業 煤功不算還有過失 這個就是過錯呀 你說這小米扔江裡頭 這魚肯定是不吃 這個魚它也不吃饅頭啊 它和人類空間是不一樣的 它吃蟲子 吃蟲末 吃淤泥什麼的 它不吃糧食 用世間的話說 哪一個空間的眾生 它維持是不一樣的 不能這麼做呀 這要浪費多少糧食 你說這個時候看來 是不是我們修行的人 表不好這個法 讓多少人不信佛呀 確實斷人會命啊 修行人都幹這個了 你說大茶小米 因為在五幾年的時候吧 應該是災荒年是吧 咱們人都沒得吃 都吃樹葉子了 現在油小米你都扔江裡了 確實啊 太顛倒 還行啊 知道講了以後 現在知道灘火 也知道做一念法事 非常不錯 總有一批人要覺悟啊 趕緊別放了 誰信誰就別放 不信你看一看 把吃的東西扔了 是不是天條除之年 蔥跑了 饅頭玉米麵 小米大茶子 拿來吃行嗎 太浪費了啊 這一定是什麼 斜肩的人發明的 完了盲量的人跟著學的 都這麼幹的 太顛倒了 多大的浪費呀 聽說江葉放著魚啊 據說上邊放下邊就撈 然後說有放的 就有養的 他們大量的養殖這些魚苗 然後呢 我們人就開始定居去放的 你說這邊養這邊放 是不是錢倒霉了 你得花錢買 然後那個他花錢養 最後你還放 其實啊 這些事可別做了啊 這種修修啥呢 也不是不夾雜 能修一個人天的福報 但是你這裡的夾雜的時候 也不是不得果報啊 善惡的夾雜 果報也是清白的 不是因為你放生 扔了小米就不罰你 你放生是放生的功德 扔小米是小米的罪過 啊 兩位當務啊 你看佛得看你們都著急是吧 一隻腳行善 一隻腳行惡 把它曬個夾雜 最後還是溜到 還沒出去啊 所以希望大家 真正認識 每一個問題 但願你的法師 能教化這些顛倒的眾生 太迷惑了 人們太茫然了 這個問題還說 說一個修行人這麼做 確實是 讓不修的人會生煩惱 還說啊 說你每次都去參加放生 或者是一周一放生 扔了這麼多小米和茶子什麼的啊 花了那麼多錢去放生 到底在利益誰 還沒正明白 啊 說 你利益誰呢 利益魚 這也不對 這個魚雖然這一次他呢 死裡逃生 但是下一次他不一定那麼幸運 你這一次放了他 不一定他就出六道 啊 所以我們說 咋怎麼辦呢 你好好研究 這個 感謝這法師的 上午有個條子問吧 什麼小乘法 最小乘法啊 你修那人天福報 我還講咋 不行 不能把人放覺悟啊 你就這麼放 眾生永遠都是迷惑的 不能長智慧 真正長智慧的 還是要看佛說呀 借見因果 啊 真覺得趙老師你好 過去供的堂口和保家仙 現在房子已凍千 已經拆除了該怎麼辦 另外 我原來供仙的房子已搬家多次 我現在所租的房 為什麼誰來都害怕和不舒服 以前的房子也這樣 同時經常在我的臉上顯出的像很嚇人 特別害怕 請開始 這個呀 保家仙和堂口的問題 你能不能送走也真是個未知數 就是說請神容易送神來 確實存在這問題 你不共 並不等於他們不在一個人前轉呀 你是不是還有這個眷戀呢 不行的話 你也和其他人一樣 寫個簡歷 把你這個寫得清楚 誰也叫不出名字呢 但是事實要寫清楚 不行就祝你一下圓吧 要不怎麼辦 就是說 房宅不好 哎呀 其實不一定是什麽問題啊 還是一個業力的事兒 不知道這個居士 是不是看光點 對號工作啊 了夜是一條漫長的路 這個大家一定要清楚 嗯 每一個修行的人 都要經過這條漫長的了夜之路 不是說你信佛 你就好 嗯 你要師父註一下圓 你的果報就飛走了 完全不是這樣 你造的業 必須你自己了 但是有了師父的助援 會告訴你很多 可能你會了得很快一些 但是每個人都不是說看完就好了 哪有那麼大福報的人 畢竟還少啊 有些重病患者 把解脱和離苦的希望 都寄託給我們道場 以及寄託給師父 這個是不對的 你的業 你的因 你的果啊 師父在助你的圓 如果你連這一點都認識不到 永遠都不能解脱 在我們道場解脱的 那麼多苦難眾生 他們都是經過我們法的教化 不斷的在串息 在覺我加上師父的助援 是這樣的 師父也沒有阻止業力的全力 所以大家看了光碟之後啊 都紛紛要找師父觀音過 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也幾次在談這個問題 跟大家 講的目的 是讓大家信這個法 並不是說 讓人人都來找師父觀音過 那有一千個一萬個師父 都不會夠 給大家的是法 讓大家依照這個法 拆毀自己的業障 是這樣的 所以有些居士就總是在這樣想 師父觀了我怎麼還沒好 那師父觀一下就好 那師父就除了觀 坐著觀的 不是這樣 你要依照這個法 對號入座 拆毀業障 自己就可以找不出來 你像這個局勢多看蝶人啊 了業可不能著急 我們有的局勢就著急离果 告訴大家 為什麼不要你著急 因為你的業不是一時一會造的 我們不講原來的 也就是說不講你無始劫所造 就講今生今世 每個人的業在都無聊無邊 沒有無造業的 我們無始劫造 不用說 自然的 無始劫在六道里輪回 你都在哪一個道 結了哪一些惡源的縱生 今世你得了人身 他們圍繞在你身邊 逃你的債 這是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它是無相的縱生 你看不見 但是今世你造的 就已經太多太多了 說有誰說我沒照 不可能 殺到陰王九 你照什麼照 最簡單的 你得造沙葉呀 說我不殺傷 你吃不吃肉 說我一口肉不吃 你殺不造 你到這裏不造 沒有不貪婪造業的 如果要是有 你就不會來到這個世界 有射身 都是罪惡 夜裡感召而有的射身 不可能也不造 所以在了夜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唯心轉念 拆毁這個話題 唉 慢慢的去聊你的夜 很漫長的 我有時候跟大家講 我在了夜這個期間 03年末的時候 也是 我都感覺是不是要得癌症的 那麼嚴重 最後從這裡走出來 也是好幾個月的時間 花了好幾千塊錢 你的錢不花 你的醉不著 你的夜都不能了 必須得知道這個 說我今天聞到佛法 我就應該好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是在 魅文佛法之前造的夜 聞了佛法之後 說明你在斷惡 拆毁 是這個過程 有的人就不理解 我進到佛門就好 我都來這麼長時間 我還沒好 一定是你被覺悟 稍稍有些覺悟的人 來到這個道場 沒有不受益的 你不覺悟怎麼能受益呢 別人再幫 也幫不到你的本性當中 告訴大家 真的覺悟 是靠自身的 所以這個句說 看碟 多看光碟 不行光碟 看得不夠啊 因為沒名理 趙老師你好 因為我身體不好 95年一位同事說 我有大堂 請了就好 那意思就說 你趙父去世了 他至今都跟著你 好像是這意思 你怎麼知道呢 要么就是你欠他的吧 如果你不欠他 討在你 就不是他 是別人 如果你欠他 跟著你就對了 因為你欠嘛 不知道你 我說的對不對啊 不知道誰解的這句說 曾經有一個女同事 身上背著小鬼 然後呢 到處看大仙 也看不明白 後來師父官道說 他丈夫死了以後來找他 為什麼來找他 丈夫在世的時候 他就做女人不規範 外邊跟了別的男人 你欠你丈夫的 你丈夫死了以後回來 來逃這筆债 你長不成了小鬼 他不能沒 你欠你吧 那人們就不理解 說我做事誰知道啊 他活著他不知道 死了以後到陰朝地府 辯論善惡之時 非知都不可 因為你欠了他 他必然要來逃你 說你到處找人看 你不用看了 所以說告訴大家 誰做錯了 趕緊的 掺悔 說你丈夫乾淨你為啥呀 你錯沒錯我不知道 我給這個謝忻鬼 讓你捋一下 捏捋一捋 看看你錯在哪裡 如果不是你丈夫 那就是別人 也是你欠他 必然的 你不欠他不會來找你啊 什麼原因乾淨你 欠債呀 要真是他的啊 自己找好了 趕老師您好 我家老人坟 左邊有個大坑 右邊有個大坑 大仙說不好 請開始 還有老兒子 看仙兒還替事兒 改名的 簡直一顛倒眾生哦 啥你都幹了 有大坑呢 確實不好 貼上他就好了 其實這事不用找別人 坟的左右有坑呢 是有礙陰宅的風水 你添平他就好 放點石頭添一添 平一下 不要找任何人去看 其實看了我們光碟的人 你都知道 你就那些人生 我們什麼都講啊 從陰陽宅的風水 到世出世間的法 人們想找又找不到的問題 都講了 看了你都會 你現在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 替事兒之類的 要看光碟 要覺悟了 永不復躁了 知罪懺悔了 精進修行不退了 才祝園呢 這個園 就是現在祝啊 也起不到什麼樣的作用 看光碟啊 你提的這些問題 光碟中一一有所講解 講得很仔細 把唐子立在大仙家了 大仙說以後還要出家 以後出家 他帶走 讓他買紅布 藍布 兩個香爐碗 另有一張表 按五個手印 在仙堂前生了 一仙堂立在大仙家 大仙不讓拿 所以不能帶來 不知怎麼辦 請開始 應該能帶來吧 你跟他說吧 打個方便宇 你說以前膽小 不敢共 現在我膽大了 敢共 你給我拿回來 行不行啊 打個方便宇吧 要不怎麼辦呢 你說你這些東西 都在他呢 也不是個事啊 第一啊 第二看 說他要出家了 大家聽好了 一遠近文明的大仙 現在要出家了 到寺院頭一剔 加上一匹 搖身一遍 法師了 然後你們就開始磕頭 禮拜 他會看的 哎呀這個招搖狀片可麻煩 所以我們說呀 寺廟裡頭現在真的不倫不類呀 頂著仙的人 紛紛出家 眾生都迷惑了 有點小神童的出家人 眾生更是圍得緊 圍得多呀 你看這種就一大仙啊 買紅布蓝布香蘆尔 你說他能立起堂出家 把堂口帶到寺院去啊 你說我們這寺院能好不能好了 所以佛再三告訴眾生 寺院什麼樣啊 這一類的人不用說 都是不看經典的人 地門造居的人 信邪倒建的人啊 真是這樣的 從這個問題上啊 我們還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說正是講大仙啊 都先從迷惑顛倒的看仙人講解 哎 看一看我們能不能不看仙 我們管不了大仙不我 管不了他們的邪見 能不能管我們自己不找仙 我們從這下手也行啊 哎 總得有個下手地 讓眾生去絕我 不看仙 仙要是萬能 那眾生咋那麼苦難呢 應該多少人都是在這裡賺的 多少金錢都花在這裡啊 挺可惜的啊 你看這個條子寫的 嗯 拿回去來 盡量拿啊 實在拿回來再說 要出家啊 哎呀佛呀 真是沒有辦法 什麼人都可以出家 這麼著相呢 哎呀信真理吧同志們 最可不行 趙老師請問 我們居室玩象棋可以嗎 嗯 沒說不可以 但是真修的人 我勸話你 別玩了 你有玩象棋的功夫 念念佛好嗎 修修清靜心也好啊 與人講上一句一記也好啊 都比玩這好啊 就是有玩的心 你還是沒有放下這個物欲啊 玩很快樂是吧 玩很開心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生命的無常啊 時間的寶貴啊 哪有時間下棋啊 我們一天忙的 飯都沒空吃 叫都沒得睡啊 多寶貴的時間啊 下棋了 多可惜啊 你要是一個佛門的居士 我希望你別玩啊 我希望你別玩啊 好好利用你的 射身 掌握好這寶貴的時間 修啊 沒有比修自己 除六道更好的事了 象棋雖然很快樂 他必是母欲的貪婪啊 六道之音啊 因為你還總垫著玩啊 看來象棋能入棋心是吧 佛法不入棋心啊 哪個居士寫的啊 別玩了啊 勸你一下 沒說不讓 但是 真修的人你不要玩 確實障礙修行啊 我就不信 現在你玩棋 玩完了棋 這個鏡像就不見了 玩你在玩棋 鏡像又有 不玩棋 鏡像就沒 永遠都不可能 為什麼呀 你畢竟是凡夫色身啊 這個象棋的走的 已經存在你第八十了 你時時都要有象棋這個記憶 就是你念著佛呢 可能那腦袋又出現象棋的迹象了 能不障礙你修行嗎 障礙 你別念念阿彌陀佛了 完就念念阿彌象棋了 哈哈哈哈 這都沒嘴啊 因為你喜歡象棋是吧 學會放下 大家一定要記得 你越眷戀的東西 你越要放下 你眷戀的東西你不放下 你就出不去呀 你越眷戀哪個 你越先放哪個 就是越捨不得啥 你越扔啥 得學會這個啊 修行的人 我不建議你玩 但是 還得自己選啊 我說一千到一萬 不覺無也沒辦法啊 象棋的問題啊 象棋實際上 也在賭的範圍啊 碧眼有個你說我贏啊 勞神勞力的 有著精神頭念念佛吧 詹老師您好 我發怨不殺生 不吃肉 我給家人做飯 家人有肉我給做 背不背因果 所做菜里面都有肉 我吃肉邊菜可不可以 另外我做菜時 給滿個生靈念往收證 能不能解我做肉的因 這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呀 確實 因為現在的根性不一樣 有修有不修 圓也不一樣 有清靜因緣修行的人 畢竟還少 這個時候啊 說你 給家里人做肉 背不背因果 一定是背的 背因果也是你因緣的感召 你不吃你還得給人做 殺有殺的罪 羊有養的罪 賣有賣的罪 吃有吃的罪 住有做的罪 各個環節不一樣 不是因為你信佛 你做就不背因果 不是的 就是你夜里感召 因為啥你的緣不好 你不吃還有人吃 你不吃還要做 怎麼辦呢 忏毀業障吧 好好忏毀 你必須要忏 當你忏毀差不多的時候啊 可能家裡的吃肉這個因緣 逐漸在斷 如果你光做不吃餐毀 那你這個惡緣 不知道吃是到多久 你真心的餐毀 宋經回家給你的家人 這都是你的惡緣在座 讓你造業 你不造不行人家要吃嘛 他得給人做嘛 沒辦法 這個時候你忏毀完之後 宋經功德回家 他們是不是能從他吃很多肉 變成吃的很少呢 這要減少你的惡因啊 你要想這個辦法 不是念咒的問題 是忏毀的問題 每天都忏毀 你無時節造業 殺生 所感召的 惡的因緣 你的眷屬也是這樣 讓他們賞食 過去一天三吃 能不能變成一天兩吃 最後一天一吃肉 最後變成幾天一吃肉 能做到這樣的改變 對你來說也是一種改變 也是你惡因減少的成分 我們家的吃肉 現在跟以前沒法變 以前也是一天三頓的吃肉 通過我休閒這些年 有的時候一星期都不吃一次肉 或十天八天才吃一次肉 而且做菜的時候都不放肉了 這個就很大的進步 以前那是燉燉都得吃的 不吃是不行啊 現在天天念經啊 回想加上懺悔 確實有改變 這也減少我們 供业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你還是以懺悔為主 懺悔你無時節殺生果報 供业感召 看這個哦 吃肉變菜可不可以 這個呀 你要自己選 沒有可以沒有不可以 看你是怎麼修 其實肉變菜不潔淨啊 我開始的時候不吃肉 有一天我偶然吃了一頓肉變菜 吃完就吐 這邊吃那邊就吐出去 所以我就不吃肉變菜 這方你自己選 既然要吃素 咱就別插在肉邊了 行不行 殺了你一下 對嗎 肉裏和肉外 當然有差別 那你沾上這肉邊了 那是不是眼見一個隨喜了呢 有那肉味是不是 別介意啊 我見你一下 你就別吃肉變菜了 說家裡人要生煩惱吧 那你也自己選 那家裡人不願意 那你就隨緣 但是我建議啊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不吃肉變菜 既然肉都不吃了 還差那邊的什麼呀 就清靜的吃好了 是不是啊 買生靈的時候念 往生咒 這個往生咒啊 大家注意聽 你是怎麼念的 你說我怕與他結怨呢 我念往生咒 這個你受益就太少 為什麼你沒有大悲心呢 你要生大悲心念往生咒 你得利修功雷得 生靈得利得以超王 這個就不一樣 當你做生靈的時候 你要生慈悲心 你看我的罪業有多生咒 雖然我不食不傻 但是我還要做給眷屬吃 我也造業啊 我不做人家還煩惱 怎麼辦呢 真的跟你說對不起吧 你要有這大悲心 生了大悲心一幅說呀 我們惡緣轉善嘛 沒有辦法怎麼辦 但願能受佛的願力 得佛的射受超把你啊 佛的經咒不可思議 願你們好好靈受 這個經咒念出來就不一樣 這個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殺生就念咒吧 那一早跟你沒啥關係是吧 跟你有關係啊 你畢竟你不食你還做了呢 你也帶來變相的傻業 所以說你要想得了這個業 必須要生慘悔心 生大悲心 來超把生靈 這樣你才能真正做到惡緣轉善 不與冤親再惹結怨 很多人不懂這個 我們從這個問題上 講講他們是食肉的 吃完肉之後怎麼辦呢 他們給念經念咒 他說了你別看我吃 我能抄出去 很顛倒啊 很罪惡的啊 那麼有的人就信了 我認得那個師父他吃肉啊 人家說了他修得好 吃肉能抄出去 你看多迷惑呀 然後我們跟著修的人呢 也信以為真 其實不是這樣 佛沒有這麼說 佛說所有的眾生都是平等的 佛是平等慈悲一切眾生 沒有說你有功德 你能抄出去 你就可以吃 我修得不好 我就不能吃 生命平等無二 佛沒有這麼說 如果眾生這麼做 就是偽逆佛說 特別是出家人 你穿了如來的袈裟呀 你做了佛子 你不能表好你的法 帶眾生入邪見 那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修好的人都可以吃肉吧 諸佛菩薩可不是吃肉成就的 邪見哪 沒吃之前 只要這個 神光海鮮拿著 在他念經念肉 念完以後就說 沒事沒事吧 吃吧吃吧 我都給他做抄法 他抄去了 可以了 真有人信哪 搞我是不信啊 說真的 因為佛可沒有什麼告訴眾生 說平等的生命啊 再打個比方說 別人要來找你了 說今天呢 我就想吃你的肉 你等到我給你抄拔了 抄拔了吧 我一會把你吃了 你就往生了 看你願不願意呢 你肯定不願意 你說這不行吧 但是他出家人這麼做了 認為他能抄出去 告訴你騙人的 沒有了事兒 沒有一個眾生有了射身 他想讓你吃 你想去死掉 沒有了 我們就拿世間人的射身而言 有病的人 花了無數的金錢去治病啊 千番病苦的人 在死亡線上的人 求醫求藥求仙求道 他要求生呢 你看他怎麼想死呢 說你吃你能讓我活 大死你也不來幹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種邪見 有人做 還有人信 這也是發生在我們佛門中 最悲哀的一件事 佛在講 修三整佛德的時候 就講雌金不殺 你看你只要吃 只要殺 既是罪惡 就不称作大悲心 沒有雌金 出家人還這麼做 更是罪惡 雷來 所以誰信呢 我希望你能懺悔 跟在這種出家人的身邊 前後後用的 往來還吃生命 還叫化生命 往來還吃生命 你自己都矛盾 不知道是怎麼叫化別人的 這種罪惡 希望我們修行人 你不要信 也希望每一個念經念中的人 大悲心在前 不然他眾生不會受益 這種邪見的說法很多的 前幾天我們也聽到 一個普通的出家人 就我們講生蒙海鮮那事 吃了飯費票了 還得上私院 裝在吉祥樹裡燒那事 上幾個我們講的 就是真的太罪惡 那也就是說 你出家人可以吃生蒙海鮮 開了一張發貨票 完了還得找佛菩薩報修 是不是這意思啊 因為你放在吉祥樹裡燒了嘛 一頓飯花七八百五六百 那個發貨票 然後整個吉祥樹疊完了以後 裝在裡面一燒 那意思你給佛送去了吧 佛菩薩我吃生蒙海鮮去報修 太顛倒了 顛倒的簡直都變成笑話了 人們聽起來 哎呀都不會講的都不會講 太罪惡啊 這個確實太顛倒了 那吃肉類現象 大家好好借見